政府計劃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部分的土地 興建1.2萬火供應房屋 環境諮詢委員將於今天繼續討論相關的環評報告 民主黨質疑行政會議有多人是高爾夫球場的會員 有直接的利益衝突 民主黨發展政策發言人規劃師吳永輝指 上屆政府總結回收部分高爾夫球場是社會共識 民主黨支持收回部分球場用地興建資助房屋 如果球場附近有零碎政府土地 高爾夫球場可以與政府商討爭取 但不應影響興建公屋的重大公眾利益 他又質疑有行政會議成員 在明知部分相關的規劃發展程序進入環評審理階段 竟然為某一方利益高調地公開與政府唱反調 他又指行政會議有多人是高爾夫球場的會員 有直接的利益衝突 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早前出席節目時表示 球場有很高的生態及保育價值 政府應審慎考慮是否應收回高球場用地 王永輝指 城市規劃涉及土地規劃及資源調配 必然牽涉各方的利益 有人得就有人失 他促請環境諮詢委員會成員實施構試進行審議 絕不能因有人大力有稅而致審議盡則於不顧 統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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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統 特定 bestimm癡目的